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啊 你什么玩意儿 别吵了 别吵了 你怎么了 有话好说 苏大少爷 什么事儿啊 他们对燕萍小姐不客气 燕萍看在妈妈的面子上算了 算了 女娘我告诉你 我把丑话说在头里 你今儿不把她送到我家里 别说你这是长三堂还是短三堂 明天我把你变成灵堂 走 大爷 走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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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嘛 大爷 别走嘛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得罪我的客人 他一个月在我这开销多少 你知道吗 我少了这个客人 我损失多少 你赔得起吗你 是他老摸我拉着我 我怎么弹琴呢 怎么 你弹的琴好听啊 大爷有钱没地方花 花钱听你弹琴 还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 逗你开心啊 你瞧瞧他 他板着那个死脸 谁还敢上我们长三堂来 对不起 下次我不敢了 没有下次了 刚才大爷说了 今天晚上你上他家去 我不管你是赔罪还是赔睡 明儿个我要见他高高兴兴的坐在我这儿 我不去 你 玉娘 长三堂的姑娘 还没有敢跟我说个不字的 你瞧瞧他这是 第一个 我就不去 你敢 玉娘 我有话跟你说 你看看他 好了 不知好歹 别生气了 你看他 你听我说嘛 这瓶姑娘 其实是我喂过门的媳妇 什么 给我点燕子吧 君平啊 跟苏大少爷走吧 走吧 换了衣服回家去 去啊 玉娘啊 苏大哥跟你讲什么 我说了什么很重要吗 你刚才可不是用这种眼神看我的 不想说就算了 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你给他多少钱摆脱这件事 我还你 你认为上海是一个用钱 可以摆平一切的地方吗 他要的是你 不是钱 那你答应了玉娘什么条件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平安就好 我不想欠了我 何况对方扬言要为难长三堂 你怎么可能三言两语 就把我带走呢 所以你情愿被别人带走 也不愿意求我了 没错 我说过不求你 绝不求你 那我是爱管闲事咯 还是你明知道我在关心你 是什么条件 他们放了我 真话假话 实话 我跟玉娘说 你是我苏某人 为过我们的媳妇 所以她就放了你 你真的这么说了 实话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当时为了要救你 所以没办法才这么说的 你别再去常三堂了 躲得过今天 不一定省得过明天 多谢你 希望你以后别这么说了 回去吧 去哪儿了 也不说一声 出去找找看吧 回来了 大姐 你去哪儿了 害我们干着急 急什么 原来是有苏少陪着 害得我们瞎操心 不过下次出去 要先告诉一声 免得大家为你担心 好不好 时间不早了 不打搅了 那我送你 不用了 告辞了 再见 再见 好了好了 大姐回来了 回去休息吧 我还以为是什么 重要的事呢 原来是陪公子聊天呢 要聊天在家里聊嘛 何必跑出去呢 谈恋爱嘛 何必怕人家知道 是吧 谈恋爱 我和谁谈恋爱了 大姐 别装了嘛 你说什么 别吵了 回房间去 我看你啊 把报复仇的事情 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忠诚 大姐 我有说错吗 我告诉你 我复仇未报 不可能去谈儿女私情 我们姐弟那么多年了 难道你不了解我吗 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只顾着儿女私情 把爹的事情抛在脑后的话 我还配做你们的大姐吗 大姐 别生气了 红颜无尽 我不生气 我只是失望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可是形同末路 互相根本不信任 我们大家还算什么一家人 还谈什么报仇啊 诶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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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哪壶不开提哪壶 大姐是那种人吗 乱讲话 让大姐伤心 你们两个 快去跟大姐道歉 我不去 我也不去 本来就是苏少爷 陪大姐回来的嘛 是啊 二姐你去问问看大姐 她怎么说啊 大姐做什么事 还要跟你们解释 不解释 那就说明了我们说的是事实了 是事实 我们就不用道歉 就不道歉 大姐 真是白疼你们了 走 你别跟他们计较 他们都是有口无心 我怎么会跟自己的弟弟妹妹去计较呢 大姐 说真的 那个苏少爷跟你很配 我看得出来 他一直在缠你 其实他不是在缠我 他是在帮我 他肯帮你 就是对你有意思啊 白鹿 现在 除了报仇 我没有心情去想任何事情 这几天好像没有马大哥的消息 怎么他好像失踪了 我想也许他是在部署 怎么刺杀孙孝秋吧 马大哥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稳重 我们就等着他的好消息吧 那么现在我们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他身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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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是凌天死后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有火狗 我的伤口 好痛 这台戏是谁请的 这台戏 是四姨太介绍给我的 马云失手 好 五姨太说 那个戏班子是你介绍的 那 那该怎么办呢 还好 马云 被我灭口了 不会说话的 可是 要是 大帅问起 我介绍戏班子的事 我可以怎么办呢 你是很难解释的 你一定要救我 一定要救我 救你的方法 就是你不出声 什么都不要说 医生怎么样 我怕你亲不住我爹的言行低功 把什么都抖了出来 也免得你活受罪 少帅 出了什么事 看到了 四姨太自杀了 那天我在四姨太的门口等他换衣服 听到枪声推门进去一看 他已经倒在桌上了 大帅 那是说 四姨太真的够进戏班子 全心要谋害您 戏班子审问过了吗 少帅 戏班子那些戏子都隔离审讯 口供都一样 他们说前几天 马云主动投靠他们 要唱戏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马云原来是要刺杀大帅的 那要让我妻子审问他们了 不用了 为什么 人权给我毙了 这马云是武擎天的亲戚 他要杀我 我能理解 可四姨太这个贱人 他怎么会跟他们串在一起呢 这事我比较想不通 大帅 都怪我不好 还差点害了你 没你的事 马云死了 相信下来 应该不会有人再想杀我 这件事 应该到此为止了 是 你这消息 正确吗 不止你们的人死了 整个戏班子的人 都被枪毙了 这个孙孝秋 简直是杀人魔头 那一个戏班子那么多人 他全都杀了 有没有天理啊 愿意听我的话 回天津去吗 马大哥死了 我和孙孝秋的仇 又添了一别 我怎么能放过他 大爷说的没错 不杀死孙孝秋 我们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你们几个 真是无可救药 哎呀 张树生今年过大寿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 这位大哥 您说的这位爷是谁啊 他你都不认识了 张树生 上海青帮老大 在上海不管是谁 都得让他三分哪 你说他是青帮老大 那么是他厉害还是孙孝秋厉害 哎 两个都厉害 大姐 你为什么都不吃呢 在想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刚才那个车夫 是怎么讲的 大人记得啊 他说那个张树生 跟孙孝秋是一样的 哎 大姐 你该不会是想找 张树生帮忙吧 没错 既然他在上海 有那么大的势力 所有人都怕他几分 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找他帮忙呢 不会吧 大姐 爹生前最讨厌 跟这些帮派人交往的 他说那些人 只会欺压百姓 一讲到抗日 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那种人靠得住吗 只要为爹报仇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不管是干什么 我都在所不惜 哎 我跟你说正经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 别吃了 别吃了 大姐 我们连张树生长 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怎么找人 他替爹报仇呢 我看你吃疯了 天下无能事 只怕有心 大姐 我们凭什么请人家 帮我们报仇啊 反正 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各位团员 经过社长的审慎研究 我们深深觉得 忠诚在我们剧团 画剧编排能力上 一定能带领大家 走向一个更新 更多变 更上一层楼的水平 相信大家 也一定认同 忠诚的工作能力 所以这一次公演节目 我们一致通过 由忠诚担纲编排导演 我希望忠诚以他的水平 带领大家走向一个新的里程 我们现在请新的导演 吴忠诚先生 跟大家说几句话 谢谢大家 在一切呢 还没有就绪以前 我简单的说两句 第一个呢 感谢剧团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来担当导演 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另外呢 我也希望大家在我的工作中 给予大力的支持和配合 在此谢谢大家 我们请新的导演 忠诚 谈谈剧中的人物分配 这次呢 在我这个剧本中 我想我们首推楚丹丹小姐 来演我们的女主角 楚丹丹小姐呢 平时经常看我排练 她呢 一定会很快地进入状况 完成好这个角色 对不起 我不能参加话剧演出了 忠诚 我们有时间跟你搞艺术 你还是找别人吧 丹丹你试一下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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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两碗蜜蜜 来好的酒精 是 晚上好 我两碗蜜蜜蜜蜜 让路让路 小心点小心点 让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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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这么横行八道的 连她你都不知道啊 她是孙孝秋孙大帅啊 她就是孙孝秋 可不是吧 自从上次暗杀事件之后啊 像了她出门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那她是不是每天都经过这儿 谁知道神出鬼没的 如果天天经过我这个地方 我早就搬到别的地方做生意 还在这儿干什么 说这么多干嘛 快给我煮面 好好好 这么说 她不以为是每天都经过这儿 陪我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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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经过这儿 我就趴这么望向那边 我就不请她不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别当女主角还值得吧 为了帮你争取女主角 我花了很大的功夫 你一句没心情演就回局了 可是大姐二姐他们整天都在想 怎么替爹报仇 我们也该出份心啊 我也在想 可是我没想到什么好主意 我有好办法 真的 当然是真的哦 事情成了以后啊 别说是女主角了 你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 真的 看到没有 看什么啊 看地视啊 你想 如果下面有人的话 我们把石头扔下去 那会怎么样 那会很多人受伤啊 那如果是孙孝秋的车子 从这经过呢 真的啊 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打击好了 自从上一次爱沙没有成功之后 那个孙孝秋 他就想 不应该走固定的一条路线回家 不过呢 他隔几天就会从这经过 这个老狐狸很会算 可惜他没有算到会碰到本姑娘 这可是杀孙孝秋最好的机会 怎么样 你干不干 干 只要能替爹报仇 让我做什么我都干 可是 到哪弄那么大块石头 即使弄到了怎么搬上来 再说 搬上来的话扔下去 就能那么准地砸住孙孝秋啊 那急不中把你扔出去不就行了 不行 我太轻了扔了也没用 你不是说为了爹什么都愿意做的吗 话是这么说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人家都说书生百无一用 我看你啊 就算搞话剧社也好不到哪去 一点幻想创造的能力都没有 我跟你说 本姑娘早就想好办法 什么办法 你看 给我看 这个办法是我想到的 你要跟我保证 千万不能让大姐姐知道 行 给我看看 你看 这可是我花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的 大姐 大姐 你看 看看哪件漂亮 爹死了还没百日呢 你这样穿合适吗 我打算用美人计来迷倒张树生 让张树生帮我们 当然要穿漂亮的衣服嘛 要不然怎么让她对我产生兴趣 你看这件旗袍多漂亮 加个披肩 这一件呢比较洋派 肯定是目光的焦点 白鹿 人家是上海的老大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你说的嘛 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没错 可是 也没有让你穿得这么花枝招展呢 可是也不能太朴素吧 要不然怎么吸引他们对我的注意 随你的便吧 算了我不问你 我去问丹丹 丹丹 丹丹 不在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够不够啊 我想应该够了吧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啊 钟诚 谁啊 十二姐快收起来 来来来来 钟诚是我 快点 钟诚 来了 二姐 你还没睡啊 你也在这里啊 对啊 我们在研究剧本 是啊 我现在是导演 她是女演员 所以帮她研究剧本 哦 这样子啊 你们看一看 哪一件起跑好看 我要用来迷倒张树生 为我们报仇的 哦 这件 这件不错 这件啊 嗯 我觉得还是这件好 再配上披肩就更迷人了 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 哎 男生的一件呢 哪一件好 哎 丹丹说的不错 这件非常好啊 也是这件啊 嗯 好吧 就这件 不吵你们了 继续研究剧本啊 晚安 晚安 再见 二姐晚安 嗯 喝嗦我口气 哎 哇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快 先把东西收好 如果大姐来了就脏了 如果大姐来了就脏了 走程单单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两个怎么搞的 要把房子烧了 只是想替爹报仇嘛 替爹报仇 准备这么多火药 还没炸死孙孝秋 先炸死你们两个 哎 我们也是照这书上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的啊 是啊 明天 你们回天津去 哎 大姐你别让我 行了行了 好好收拾一下 我会送你们去火车站的 我不去 我又没做错什么 凭什么带我们走啊 难道我们想替爹报仇有错吗 不是你们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根本不应该 让你们跟着到上海来 好了收拾一下 我不希望屋子里还有什么炸药 哦对了 下不为例 我们要是怕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就不会来上海了 就是嘛 二姐 你来评评理嘛 大姐也是为你们两个好 怕你们两个发生什么意外 二姐 其实我们没有告诉你们 也是怕你们担心 我跟忠诚也想演算作为啊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我也很明白你们现在的心情 可是大姐现在这么生气 你们讲什么她听不进去 可是有句话 我怕回到天津之后 就没有机会说了 其实我跟忠诚也很担心 你跟大姐的安危啊 是啊 我们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没道理赶我们走啊 嗯 我真没用 到现在还没为您报仇 甚至让弟弟妹妹差点发生意外 爹 您在天之灵 保佑弟弟妹妹的安全 大姐 我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好 白鹿 我没事 白鹿 我没事 还好我一直坚持要打扮 要不然我们穿得这么平凡 怎么进得了张书生的家呢 待会儿进去小心点 二位小姐 麻烦一下 您能把请帖给我看一下吗 请帖 请帖 给张大爷拜寿 要什么请帖啊 大爷做寿请的都是贵宾 都发了请帖 我大老远的跑来给他拜寿 你要我回去 怎么行 不行 小姐 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叫人把你们抬走 抬我出去 你知道我是谁 我怕你抬不动 出血 本小姐是孙大帅的干女儿 如果你把我抬出去 不晓得能不能再把我抬回来 不知道孙大帅给张老爷拜寿 要不要请帖呢 二位小姐失礼了 那么就请进吧 请 请 我到里面看看 您在门口守着 是 大姐 你找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张树生 到时候怎么认得她呢 简单 我去问 能拿着请帖进来的人 都认识她 我们这么一问呢 那不就穿帮了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跟着那些人走进去 不就行了吗 我想 坐在大天堂上的那个人 他应该就是手心 对 这样吧 我们确定他是张树生以后 我就假装昏倒 来个西施捧心 他也没有理由不照顾我们吧 你别胡闹了 进去吧 他自己说是孙大帅的干女儿 我们也不好意思为难 所以请德叔您来处理 就算孙大帅没时间来 他也会派个副官来 是 什么时候轮到女人出头啊 连开个门也不会 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二位小姐 请 谢谢 请 谢谢 小姐 又怎么了 我们规定这里没有请帖是不能进来的 你们还是请回吧 可是我们想 你知道现在把我赶出去有什么后果 有什么后果 我来承担 你担得起来吗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管你是谁 进到别人家里 就得按照别人家的规矩办 就是孙大帅来了也一样 这叫入乡随俗 懂了吗 是啊 老先生 您就帮帮忙吧 你简直 送二位小姐出去 是 等一下 你知道吗 得罪了我就等于得罪孙大帅 你有几个脑袋 几条命 我会叫孙大帅请罪的 请不小姐 我告诉你们 没有让我见到张树生 我是不会走的 我就不相信你能把我赶出去 来 送客 送他们出去 走了走了 我不走啊 少爷 他们是我的朋友 别难为他们 这没你们事了 苏大哥 你真是无所不在 还好有你出现 要不然 想被他们轰出去 多难看 就是啊 你们跑到这儿做什么 我还想问你呢 你笑什么 我们是来找张树生帮忙 又不是找你 苏大哥 我们要为父亲报仇 有那么可笑吗 你们找错人了 张树生不可能为你们报仇的 一个是上海青帮老大 拥有上海一半的恶势力 一个是拥兵自重的军阀 他们井水不犯河水 凭什么为你搞坏了自己的关系 你们只会白忙一场 还是回去吧 不 除非听到张老爷子的一句话 我不会走了 不用他亲自来回答 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季飞啊 有朋友要介绍给我认识啊 爹 坐坐坐坐 季飞啊 听说你来了两个朋友 哪位是你女朋友啊 伯父好 伯父好 你们好 我是季飞的爹 也是今天的寿星宫 你是张树生 对啊 那你姓张 他姓苏 哦 我是从母姓的 列 这位是吴建宇小姐 那位是白鹿小姐 嗯 建宇是她的女朋友 嗯 落落大方 很有眼光啊 其实我和苏先生 只是普通的朋友 不是女朋友 伯父 我妈妈也来找您 是有求于您 哦 既然是季飞的朋友 那她应该帮忙的了 爹 如果她都帮不上忙的话 那事情就有点棘手咯 其实也没什么 嗯 吴小姐 不妨说说看 我张某办得到的 我绝不会皱个眉头 我是想求伯父 替我们杀了孙小秋 伯父 您没有拒绝 就是答应咯 这里不方便说话 让他们到书房等我 哦 请吧 二位小姐 请随我来 那天在长三堂 你说了几句话 老板娘就没为难我了 原来 你有这样的背景啊 我从来就没有以青帮的背景为荣 况且 青帮也不一定会帮你这个忙 换了别人 他可能不答应 但是你身份不同啊 你是他儿子 只要你开口 他一定会答应 那可不一定 好 坐坐坐 爹 外面客人多 让你们久等了啊 坐 老爷子 是我们过于唐图 打扰你时间了 既然是季妃的朋友 都是自己人了 用不着客套 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有人要求我去杀孙孝秋的 你们跟他有什么恩怨呢 他是我们的杀父仇人 老爷子 在上海 只有你一个人有能力 可以杀孙孝秋 我想没有人可以办得到 哦 看来你们也是读了不少书的人 怎么你们就不明白 名不与官斗的道理呢 如果官名勾结 那就更无往不利了 所以 孙孝秋 佣兵自重 欺压百姓 而您是用黑社会的恶势力 让百姓屈服 你们一黑一白 正好把上海弄得黑白分明 哼 其实 在上海 谁不知道 孙孝秋一直招了青帮 青帮只是孙孝秋 除了军队以外的另一种势力 专门干一些见不得光的 您说完了吗 姑娘 人老了总是要死的 即使你杀了孙孝秋 令尊也不会七死回生的 你杀了孙孝秋 也不过纪念你爹在天之灵 如果你爹真有灵的话 我想他不会同意你去冒险的 哼 听起来爹还是怕孙孝秋 所以想玩推托 美其名是不让五小姐去冒险 事实上是怕被孙大帅给吞了 监狱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黑帮帮你的忙 就算成了也不光彩 住口 季飞 你从小也是吃黑帮饭长大的 黑帮有什么不光彩的 哼 小时候我还没什么感觉 只知道大家对我前呼后应的 那么尊重我 原来都是屈服在你的黑势力之下 现在我能明辨是非了 我多么不希望自己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但是没办法 您是我爹啊 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劝您解散青帮 您会怎么说呢 当然不同意 那么同样的道理 您让五小姐不替她父亲报仇 她也办不到 谁都有自己执着的理由 您刚才所说的话 也不过是推脱的借口罢了 你不用激动 我不会上你的当子 姑娘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不明是非的地方 如果你要在上海讨一个公道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如果你们一定要杀孙孝秋 那么我劝你们去找别人吧 没错吧 我说过了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 走 或许我还可以找个人 当你杀孙孝秋 对不起老爷子 打扰了 我们告诉你 站住 爹如果要教训我的话 请您等我送走朋友之后 再回来听讯好吗 我不准你参与他们的事情 你自己不帮我们 总不能叫全世界的人都不帮我们吧 其实老爷子 我们只是希望您 安排让我们见孙孝秋 其他的事情您不用管 也不会连累到您的 我安排你们见了孙孝秋 我就可以脱身了吗 你们就可以随随便便地见到孙孝秋了吗 好 我同意你们杀孙孝秋 不过先说好 季妃不能参与 如果她参与了 这件事情就取消 我答应你老爷子 不让苏大哥插手这件事 谢谢老爷子 你先别谢我 我答应你们杀孙孝秋 我也有个条件 你们要替我完成三件事情 否则就别提报仇的事情 五小姐只提了杀孙孝秋一件事 您却要三个条件 是不是太过分了 那要看提什么条件 你以为杀孙孝秋 就像杀一只猪那么方便吗 如果你们办不到 就不要提报仇两个字 好 如果我完成这三件事 老爷子能为爹报仇的话 那您就提出条件吧 好 爽快 我张书生见过这么多女人 你是最有气魄的 我们青帮讲的就是信义两个字 说到就要做到 您提出条件吧 打麻将 打麻将 打麻将少一个人怎么打 再找一个人吧 再找一个 是是是 您好 要报案 先到那边等着 是啊 先到那边等着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就是报案吧 先在那边等着 我是来找警察的 我就是警察 警察局这么多人 您要找哪个部门 哪个单位 叫什么名字呢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单位的 我只知道他姓王 叫王启基 王启基 副局长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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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来杯茶吧 你是 我是张书生先生委托我来的 这件事情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你请走吧 不行 你得还我钱 嗯 张老爷子 让我来向副局长要钱 副局长 这是您写的一张戒句 三千大洋 看看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好了 证据没有了 你可以走了 副局长 借钱还钱 你这样无理的 把借条撕掉 你以为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吗 哼 张树生自己不敢来 却让一个女人来 她也不怕传出去 让江户上的人笑话 啊 如果张树生真要收这笔钱 你让她自己来 我倒看看 张树生用哪只手来收这笔钱 是 张老爷子 让我来收钱 你要是不还的话 我是不会走的 你 来人 副局长 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再让她走进检军一步 是 我不会走的 把她捧出去 是 别判我 王奇迹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我不放过你 你 走着瞧吧 滚 还不走啊 王奇迹 走 我等你半斤了 快走快走 王奇迹 你还钱了 你还钱了 到哪儿去 王奇迹 王奇迹 你要不还钱 我赶紧没完没了 王奇迹 谢谢您了 谢谢您了 要来啊 下回见了 别忘了啊 再见 王局长啊 雨娘 你怎么好久没来了 雨娘可想你了 是啊 还钱 剑雨 你怎么来了 这个王副局长欠钱不还 怎么回事啊 她就是不还钱啊你说 别提她瞎说 谁瞎说 警察局们 早上派人到长三桃 有人袭警 是张树生的儿媳妇 原来你是张树生的儿媳妇啊 不管你说什么 反正一句话 还钱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吸气我 我根本没判断你啊 哪有这样的 快走 快走 你们放开我 我根本没有碰到她 走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没什么 我们里面谈啊 好 来来来 请 进去 把大衣脱了 为什么 快点 叫你脱就脱 给我 去那边坐好 快点 去坐 副局长特别交代 没她的命令 不准放人 知道吗 是 你 好 你 你 你说 你 感谢观看